在那七三 啊 耶 成名前的明星究竟有多少黑掉 在镜头前闷不作声的张子峰 其实小时候是个射牛 一首绿洲直接成为剧情一 做梦都想删除的黑历史 我是B120627号选手剧情一 下面带来一首绿洲 你真的要走 我还一厢情愿的奢求 杨迪早年间参加海选被淘汰 身为一名金牛座 临走前还顺座了赞助商提供的两瓶洗发水 我就是要狂 人凭什么不狂 年少轻狂 可不可以走的时候拿两个 洗头都用完了 打野 2005年准备参加北京一考两米 突击了三节声乐课 于是在一考当天 直接扯脖子毫了手南宁翻 最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成功考进北京表演戏 掉着跑了 但是自己很镇定 因为自己不觉得自己跑掉了 还这样比活着 高处是张家 边地是牛羊 八丸黑历史才知道 原来张艺兴早在05年 就是一名王心灵男孩 以至于总有人说 明显有黑历史不可怕 但怕有人往外翻 更怕黑历史存有超高清素材 1998年 初有28分头的JJ参加节目海选 现场模仿张旭友唱的首三天两夜 多年后再被网友巴出来后 特别损得给视频取名回 肖沈阳早期珍贵录像 顺美老西虎的张家仪 也没能逃过北八黑历史的贤难 一首蜗牛与黄铃鸟 在他演一下 差点成了场话剧 1996年 黑龙江春晚现场 孙宏雷边跳霹雳虎 边演唱了段达沃尔族民歌 同样具有高清黑历史的 还有一样千玺 一段中二条密外子 排行他发出来 直接被无数粉丝争相传播 直到现在他也没能指示 自己当年这一迷惑行为 我以前的黑历史 虽然有很多粉丝知道 其实是一个自拍视频